本节目是由RIDER ATH Shopee网店自己赞助自己播出 Yo what's up 欢迎回来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看到我身后吗 这边有一辆Saga 然后为什么会有一辆这个Saga 就是因为太多朋友啊 inbox我问我 我刚刚毕业啦 我现在刚刚出来做工啦 这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啦 我的薪水只有多少多少多少啦 我应该买什么车啦 那么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就要来告诉大家 用多少钱来买一辆入门级的新车啊 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购车的pattern啦 所以如果你们听了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不用follow 因为我不是SPA 我丁度只是SPA OK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们是新来的朋友啊 记得有看到一个红红色写著subscribe SAKURA SP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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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button的话 就要大大力跟它度下去啊 这样你就可以加入这个非常欢乐的汽车邪交啦 在我的channel呢 就会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info啦 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 记得要订阅小铃铛要打开啊 如果小铃铛没有打开 有新影片的话是不会有通知的啦 OK今天这一集影片不是四驾Proton Saga 相信一直有在follow我的channel 或者我的facebook page的朋友都知道 我其实在应该是两年前啊 2019年这个Saga出了小改款 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啦 我已经有拍过这一款Saga的review了 如果你们要看到四驾影片的话 都可以点击我影片 右上角的link过去那边看一下 所以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讨论啊 到底我的收入可不可以买一辆马来西亚的入门级新车啦 而我的这个收入如果拿来购买一辆马来西亚入门级新车的话 我的生活啊是过到比较紧绷的还是过到比较轻松的啦 那我们现在let's go 没有错你们看到我身后这一辆呢 就是马来西亚可以算是最便宜的其中一款车 Proton的Saga 然后这个版本呢是premium版本的 是最高配的啦 当然这个最高配是没有包括什么R3版本 也没有包括什么black edition啦 那这个就是一个一般的variant里面买得到最顶配的版本了 如果你们有在follow一些跟汽车有关的一些新闻的话 都知道在5月的时候 马来西亚汽车总销量里面占绝大部分的 当然也包括了Proton Saga这一款车啦 Proton Saga这一辆车真的是一辆很神奇的小车啦 我们先不理它是什么A segment B segment还是什么样 因为它在segment方面其实还算蛮模糊的 因为以前的Saga是一个B segment的集聚嘛 然后后来在同样的一个wheelbase 同样的一个车身宽度的情况下被降集聚 A segment这个感觉就有点奇怪啦 所以我们就不理它是什么segment 我们注重来讨论一下这辆车的CP值啊 到底是高还是不高啊 那么也可以顺便拿来给一些刚刚出社会的朋友啊 刚刚毕业然后可能刚刚出来打工 第一份工工钱不是很高的一些朋友 给你们了解一下买一辆Saga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收入大概要多少钱才可以购买一辆Saga 然后每个月的供期啊大概又是多少钱 OK有很多人inbox我啊 到底我用多少钱的薪水来供车 才是比较安全的 不会每个月过到很辛苦啊 我们就拿身后这辆Saga来做一个比较啦 这辆车啊 价钱是一个三万九千多 我们算它是一个四万块啦 连Rotex保险啊一些一大堆东西 我们算它一个四万两千块 如果你打算每个月过到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啦 我觉得哦你买这辆车 你可以借一个九年啦 这辆车如果你借九年来工的话 每个月应该是不到五百块的 所以一般上就会在外面听到很多人讲 怎样公车比较安全就是你的月收入的四分之一 拿来负担你的车 OK假如你一个月月薪是两千块的话 四分之一刚好就是五百块 那么五百块拿来公车的话 你是住家里啊 然后在家里吃的话 没有公物质 没有租物质 这样子的话呢是过到比较轻松一点点的啦 但是如果你还需要租物质啊 还需要负担一些可能你有moto还是什么的话 这样可能还是会比较紧一点点 那么我就比较建议你们用自己的薪水的五分之一 来负担这辆车 怎样让你的每个月的负担变少叻 很简单就是你的头期给多一点 如果你的头期给多 你论的少 你每个月的工期啊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少啦 我个人有自己的一套算法就是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啊 你们要不要follow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也欢迎你们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啊打上来 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参考一下 我自己的一套算法就是 我觉得啦买一辆车 那个你贷款的数目啊贷款额就是你的年收入 OK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刚刚我讲的月收入2000块的话 你一年的收入是24000块 再加上一些bonus啊一些OT啊 算给你一年的收入是3万块的话啦 那么我觉得买Proton Saga的时候呢 头期就要给一个1万块左右啊 因为这辆车是4万块的车嘛 那如果你给一个1万块左右的头期 你就只需要跟银行贷款一个3万块 然后这个3万块又刚好对应到你的年收入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法是比较安全的啦 然后就会有人问了 这样年收入等于贷款额的话 这样我要供多久叻 如果是你贷款一个3万块 其实利息啊是不恐怖的 通常一年的利息也不会到1000块 就是几百块的利息啦 如果是以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如果你是一个收入跟开销比较紧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建议可以还长就还长 9年的话都OK的 很多人尤其是华人啊 他们在供车的时候就会想要快快把那辆车供完 OK那辆车就是我的了 这个想法是没有错啦 因为不要给银行赚多余的利息嘛 可是如果你每个月拿那个钱去供车 供到你很辛苦 就为了把那个车快快供完的话 这样子是不是做自己更累叻 对不对 如果你的预算本来只可以让你在供9年的时候 过到比较轻松 可是你硬硬硬硬要供3年还是5年的话 这样你在那3年5年你会开心吗 应该是不会开心的啦 我觉得 而且就算你把那辆车供完了过后 那个开心指数啊 应该也是给你那一个两三个月罢了 所以以我个人的想法 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就是如果你买这辆车 你轰一个3万块 那么你的预算如果不够充足 你每个月还要有其他开销 好像你要喝多几杯奶茶啦 你每个月要帮女朋友庆祝生日啦 什么红色白色黑色黄色蓝色情人节啦 这样的话我觉得供9年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点 而且你已经给了一个1万块的头期对不对 假如你供这辆车供到第5年的时候 你有钱了你不想要供这辆车了 可能你有存到一笔储蓄 你可以选择full settle它 或者你可以换车 到你换车的时候 因为你有给了头期嘛 而且你也供了5年 这样子你还欠4年的话 那个amount应该也不是很大的amount来的 在卖车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不需要贴钱卖车啦 要注意哦 我讲的是不需要贴钱卖车 而不是有钱拿回来哦 因为Proton的车一般上 它的二手价格会比较烂一点点 所以也不需要妄想到 你到时可以把钱拿回来啦 你没有拿钱回来不用紧的 至少你不用再贴钱把车卖掉 贴钱卖掉车啊 是一件很闲的事情来的 总之就是会很不开心就对了 然后为什么我会讲 工九年是一个给收入不是很高的朋友 一个很好的solution呢 就是我一直都认为啊 不要被一辆车绑死 你的人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经历 还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啊 是需要用到钱才有办法精力的 所以如果你每个月 叶叶辛辛苦苦把你赚来的钱 通通奉献给一个每个月都在贬值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实际 所以你们看啊 我从几年前开始做YouTube到现在 我还是在驾我的Proton Private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我觉得驾一辆不用工的车 真相啊 我的Proton Private已经是full settle了 已经是还完了的车来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负责打油 然后注意它的保养 再来就是那些Rotex Insurance 每年都要还的啦 那个跑步掉的啦 新车旧车 每一辆车都要开销的 那些东西呢 就是少少的每个月花一点钱一点钱这样子 而不用每个月去负担它 本来要拿来供车的那一些钱呢 就可以拿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啦 OK啦希望今天这一集影片啊 可以帮助到那些 时常有inbox我的朋友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要买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想要买多少钱的车啊 想要贷款多少钱啊 预算是怎样的啊 我希望这一集影片呢 可以完全解答你们的一些疑虑 还有一些困惑啦 然后如果是讲四万块的新车 我当然是推荐Proton Saga啦 为什么我推荐Proton Saga 你们可以在我以前旧的影片那边 看到这一辆Proton Saga的各种优缺点啊 当然好的坏的我都有讲啦 你们这个可以自己看了过后 在自己决定要不要买这一辆车 那如果你问我如果现在我的年收入是三万块的话 我会买什么车呢 我绝对会跟你们讲我要买Proton Saga 因为Proton Saga这辆车呢 它在操控方面真的是玩到A segment的任何一个对手 它已经有一点玩臭了 差不多要cross去B segment的感觉了 甚至我觉得它的操控体验啊 还好过一些日系品牌的B segment车款啊 所以如果你们对Saga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Proton的展示厅去试驾一下这辆车 回家的时候枕头垫高高再问一下自己 到底这辆车适不适合你啊 好啦今天这一集影片啊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啊 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